粉紅色我搭配了白色的裙褲款 做一個比較輕鬆的專輯 當然如果這個粉紅色搭配西褲類也很漂亮 其實都是先入為主 因為這款也是一間專出斯文設計師去塑造出來 比較喜歡玩娃娃嶺Ruffle為主 再說一次 這款也是一個線條感很豐富的 有點像花反型 我剛才說了花的形狀 花反或者有少少腰果花的感覺 手袖也是比較特別的設計 它是一層摺一層摺壓出來的 不是on top加上去的 造工比較特別 這個粉紅色就有點透 比較建議打底 那個領位就再… 忘記了…忘記了… 忘記了…忘記了… 再展示效果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這樣的狀態 給你打蝦蝶結 做一個很貫切的一個娃娃嶺線條 後幅也很漂亮 對… 整個版型也是很寬鬆的 也要留意布料沒有彈性的 也算是易打理的布料來的 那我質地很柔軟 對…順滑的 那有少少頭 那我現在搭了個白色的裙褲款 那都是可以做到比較斯文一點的版型 不過就編一下輕鬆一點 最後是…